通常我们拿到这样子的资料 你千万不能直接去画一张图给老板看 你给老板看他会觉得说 你在画什么 例如说我们直接这样子来去画 画这张统计图表 然后呢插入图表点它 然后我们就说 就把它放在简报里面 告诉老板说 老板我们这边板桥区有多少低收入户数 然后中和区有多少 然后甚至我还帮他排一个序 他就由高排到低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不对 这只是一个可能是高中程度的一个做法 我们应该要加统计 我们应该要加统计来去看 因为老板要看的是一个全面观 而不是一个单独看某一个区怎么样 那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个统计了 有时候我们会统计什么 我们会统计这件事情 就是说 例如所有这里面的资料 所有这里面的资料 总共有29项 然后最大值到多少 最大值到2595 那也就是3000以内的变化 所以我可能会给他300一个区间来去做统计 就开始画并了 就开始画并了 画那个直表图 也就是说 0的有多少 300的有多少 好 然后接下来我大概就分成这10个 11个群组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板桥区2595 是不是落在这个地方 就是卫达2700 就是2401以上到2700以内 好 这边就要画一个1 然后接下来三种区 2398 是不是要在这边画一个1 就开始画步记了 这不是我们 我记得我第一次学统计的时候 是在18岁的时候 因为我是念普通高中 所以我们好像那个时候 比较没有重视统计 可是后来念统计 第一件事就要学会步记 第一个就要学会画记 做统计 好 那为什么要做统计 就是因为我们要看那个整体性 绝对不是看单一的 那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边我就一个一个把它看完 然后把它画在这里面 最后算出来谁最多 然后最高的是什么 最低的是什么 是哪一个区 大概哪几个区 是平均 大概就是集中在这个地方 然后哪几个区呢 我们可以发现 就是它的低收入户数 是最高的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要看就要看整体性 所以呢 有没有这个工具 有 它叫直方图 直方图 所以我们就直接要教你 怎么样做出直方图 做直方图的方式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去安装 分析工具箱 点选档案底下的选项 所以 1点选档案底下的选项 2点好选项之后 3点这个争议集 4请点选这个执行 执行 我现在要去安装这个分析工具箱 确定 确定 装完之后呢 你在资料底下最右边就会看到 资料分析了 好 所以刚刚我做几件事 就是点档案 2点选项 第三就点真意集 第四就点执行 第五点那个分析工具箱 第六就点确定 去安装完毕 很快就装完了 装完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点这个资料分析 在资料底下的资料分析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有好多统计工具 那位同学 你有听过 阿诺法吗 没有 就是五母数分析 也没有 明明就有统计 统计除了中文系 没有必修 好像几乎全部都在修统计 好 只是 只是我们可能忘记了 什么双因子变异数分析 好 不管了 反正就是这里面有很多的统计工具 其中我现在要教你的直方图 请你一定要学会 一定要记住 然后点选确定 那这里面操作就简单了 首先你是不是要输入范围 我现在输入 我想要去做互数的统计 所以在这里 互数嘛 这29区的资料 从H2选到H30 主界范围呢 主界范围是不是从K2选到K 这个12 再接下来 有没有标记 没有标记 因为我刚刚就直接选到 都是我要的阿拉伯数字 接下来呢 接下来 假设我输出的范围 输出的范围哦 我选在这边 我选在这边 再来我希望呈现的是图表输出 还有累积百分率 我想等一下我还是尽可能教你这个累积百分率 就是大概让你去了解 确定 您看一下哦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 他就画出来这样子的一张图 而且是不是也帮我们很快速的算出来说 哦 300就是0到300 低收入户数0到300的有14 这代表什么 大概就是集中在这个地方 大概在300左右 300左右 可以看到这样子一个分布吗 看到这样子的分布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 低收入户数啊 越高的值 所在的那个行政区越少 有看到吗 这样子是不是越来越下降 那也就是说什么 假设什么 2400啊 2700啊 这种低收入户数 在新北市应该算是比较少的 好 那可是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请问你 是不是节省了好多时间 我们就不用在那边去统计说 一有多少 例如说不到300的有多少的 不到600的有多少的 我知道有韩式 可是我会觉得 与其等你学会那个韩式 还不如学直方图 等你学会直方图 你真的有很多资料表 你可以画出 你不觉得吗 这里刚刚的那个直标图 专业多了 刚刚的图给你们看一下 刚刚我是不是画这样子的图 插入直条图 请问这两个图 你觉得你比较喜欢看哪一种图 或者是 你觉得当你在报告简报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 你呈现这张图 然后报告给别人听 你比较专业 这是高中程度做的 这至少要大学的程度 我说的是真的 我说的是真的 还有大数据的程度 那你如果说你可以的话 我再希望说你再精进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的一个变化 就是比较趋近于平缓 这个平缓是什么意思 就差不多的意思 差不多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低收入户数在新北市 是差不多平均的 没有那种集中在某几个行政区 请问一下 均富是不是我们一个理想 对吧 这个就是在谈均富 如果你今天有兴趣的话 去看看 去看看很多 例如说 那个中南部的县市 看看他们的低收入户数 的一个变化 例如说 台北 新北 可能会比较出现 是这样子的情形 可是 中南部呢 不是这样子的情形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你就可以 发现了一些事情 如果有一天你做总统的时候 你就可以来问我了 这是什么现象 听得懂我现在所陈述的意思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一个 一些就是我们研究在关心的事情 好 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 这代表说什么 它的变化是缓的 不像这边是急速 大概60度左右了 这个急速从0变到300 这是我们可喜的现象 意思是什么 大部分都集中在300以内 也就是300左右 大部分 这边已经 跑到大概百分之多少 你看 48 再加第二个已经跑到60了 有看到吗 60在这边 好 这代表说大部分都是集中在 就是600以内 各区低收入户 可能新北市 是集中在600以内 但例如说 例如说 这边 这边数值比较多的 它是一个和缓的上升 可是 如果你去看中南部的县市 这边 不是这样子的变化 我只能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好 直方图的做法 直方图的做法 再快速做一遍 资料 资料分析 然后接下来点卷 直方图 然后确定 输入的范围 是不是就是这个范围 然后接下来 主界范围 主界范围就是我刚刚定义 为什么定义 0到3000 因为这里面最大值 我只关心 先关心最大值 然后 我以10个 我只画10个 10个这个定 10个这个直方体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就以300 以300为一个区间 所以0 300 6 把意思类推 然后记得勾 勾输出的范围是这里 我是从L1 这边开始呈现的 然后接下来勾 累积百分率 以及图表输出 好 那就请你们现在 动手来去玩一下 直方图的统计